楚昭王复国 楚昭王名字叫珍,是楚平王的儿子 他做楚王的时候年纪还很小 和驴派孙武、吴子虚做大将 带了六万无兵打楚国 结果楚兵大败 楚国的首都影城沦陷 楚昭王只得带了他的妹妹 寄民上船逃走,逃往随国 紫西原来把守鲁福江 听说楚昭王在随国 就告诉楚国的老百姓 一起去随国,跟着楚昭王 吴子虚听说楚昭王在随国 就带兵去随国 派人送了一封信给随国国君 要随国国君把楚昭王交出来 随国国君不愿意交出楚昭王 叫人跟吴子虚说 楚昭王已经离开随国 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 吴子虚就又去别的地方找楚昭王 后来申包虚向秦国借了兵 去随国报告楚昭王 楚昭王派紫西、紫七带了一部分楚兵 跟随国的军队一起去襄阳 跟驻扎在那儿的秦兵会合 秦兵跟吴兵打了一仗 吴兵被打败 吴子虚接受了申包虚的建议 撤兵回吴国 紫西跟紫七重新进影城 一方面收藏楚昭王的骨头 修建被烧了的宗庙 一方面派身包虚 预备船去随国迎接楚昭王 楚昭王跟随国国君定了友好条约 永远不互相侵略 随国国君亲自送楚昭王上船以后才回去 紫西紫七出影城迎接楚昭王 到了城外的时候 楚昭王见到处都是人的骨头 城里的宫殿也烧的烧 毁的毁 心里很难过 不禁掉下了眼泪 他进宫见他母亲博颖 母子俩都面对面的哭个没烦 他向母亲说 国家遭遇到了这一不幸 不知道哪一天才能报仇 他母亲说 该赏的赏 该罚的罚 然后安抚 救济老百姓 等国家的元气恢复以后 再计划报仇的事情 楚昭王接受了他母亲的教训 第二天 他到宗庙里去祭祀 看了看祖坟 然后去朝廷接受官员们的朝贺 楚昭王说 我因为用了不合适的人 差一点把国家忘掉 幸亏靠你们帮忙 我才能重新回来 失去国家是因为我不对 恢复国家完全是你们的功劳 大家听了都说不敢当 楚昭王先摆下了九席 招待秦国的将官们 犒赏秦国的军队 礼送他们回秦国 然后奖赏有功劳的楚国官员 请紫西做宰相 请紫七做副宰相 本来他觉得申包须 去秦国借兵的功劳很大 打算也请他做副宰相 没想到申包须不但不肯接受 并且逃走了 他就请王孙游鱼做副宰相 紫西认为影城损坏得太厉害 就在一簇叫弱的地方 建筑了一座城市 搬到那儿去 管那儿叫新影 从此以后 楚昭王努力治理国家 训练军队 先灭掉唐国 休息了十年 灭掉清 胡 两小国 又出兵打菜国 楚国开始复兴 一天比一天强盛 后来又灭掉了陈国 先灭掉清 胡 两小国 再次判断掉了陈国